18岁那年,我爸意外去世,我妈火同情夫卖了我家的房子,还卷走了所有的赔偿款 十年后,他儿子生病,疑似白血病,恰好挂了我的号 我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建议他做个骨穿,被他扯着头发打骂 骨髓那么宝贵的东西,怎么可以说抽就抽 我看你这个小贱人,就是想报复我 后来因为我妈执意不做骨穿,他儿子没多久,便一命呜呼 他却觉得是我害了他儿子,最后把我活活捅死 再次睁眼,我回到他抱着儿子来看病这天 证文开始 江苗苗,我儿子不过是感冒有点发烧而已 你上来就让他做什么骨髓穿刺,是什么意思 我家宝宝还这么小,骨髓那么宝贵的东西是说抽就能抽的 这声音,我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重生了 眼前正是我那十年未见的亲妈,李肃勤 如今李肃勤面容憔悴,怀里还搂着一个11岁的男孩 是我那素未蒙面,同母义父的弟弟赵天耀 十年前,我爸因工伤意外去世 李肃勤连给我爸收尸都顾不上,静置冲去了我爸工厂,索要赔偿 他在工厂外拉横幅,逢人便诉说自己的不义 大家伙给我评评理,我老公好端端上着班 命说没就没了,你们这些领导必须负责 不然我就是告到上头,也要把你们名声搞烂搞臭 老江你死得好惨啊,让我以后带着女儿怎么过日子 你们是逼着我去死啊 而我那时正值高三的最后时刻,只能一边操办爸爸的身后事 一边复习功课,迎战高考 最后,在李肃勤的坚持不屑下,工厂赔了150万 不过这笔赔偿款,他没有给我和奶奶一分钱 反而打算连夜和他的情夫赵浩跑路 他走的时候我抱着他的腿苦苦哀求 妈,我求你了,爸爸走了我不阻拦你追求新生活 可奶奶身体不好,我还要上大学 这笔钱哪怕给我们留很少一部分呢 门外等待的赵浩见撞上来狠狠踹了我一脚 我吃痛松开了手 磨叽什么呢,再拖下去我们都走不了 李肃勤看了看焦急的赵浩,又低头看向哭泣的我 最终很下心说,我伺候了你爸这么多年,这笔钱是我应得的 你今年已经18岁了,我没有抚养你的义务 他踏着夜色和赵浩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忍着悲痛把奶奶从乡下接上来 想着虽然我妈把钱都卷走了 但我们好歹还剩下这套房子,让我们不至于无家可归 而且,我已经考上了医学院 学费我可以办助学贷款 生活费可以趁着假期去做兼职 节约一点,顺利读完大学没问题 大学毕业我就能挣钱 这样我不靠我妈也能照顾好自己和奶奶 她卷走了所有赔偿款还不算 竟然连我爸这套房子都卖了 奶奶住进来的第五天,买家就把我们赶了出去 奶奶因为身体原本就不好 加上我爸这个毒子突然去世 身体早已是强母之末 我妈的决绝给了她致命一击 不过半个月,她就死在了医院的走廊上 奶奶迷流时紧紧抓着我的手 浑浊的眼神里透露着浓浓不舍 她说,奶奶不想走 走了我的苗苗要怎么办 苗苗,我的乖孙,以后要坚强,照顾好自己 我扶在奶奶病床上,气不成声 短短一个夏天,我失去了爸爸 失去了奶奶,从此成了没爸没妈的孩子 原本我和李肃勤应该再无交集 他和赵浩走后 两人很快将我爸的赔偿款挥霍得所剩无几 只能回到我们这,拿钱盘了个小门面过日子 两人结婚,不久就生下了赵天耀 李肃勤和赵浩两口子,把儿子看得如猪如宝 赵天耀最近持续低烧 李肃勤先是带着他在诊所里打几天针 诊所医生大多下的都是猛药,基本立竿见影 可管不了几天,赵天耀又开始发烧 最近还出现了疲惫,牙龈出血等症状 诊所医生不敢再继续给赵天耀治疗 要李肃勤尽快带着他去大医院做检查 李肃勤在家又拖了十几天 最后实在没办法,才来了医院 真是瞧瞧他妈夸瞧瞧,正好就挂上我的号 刚开始,我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赵天耀身上 并没有认出李肃勤 他瞪大眼睛直直盯着我看 最后干脆一把扯下我的口罩,惊声说 姜淼淼,竟然是你 我看见李肃勤心里也是一惊 多年的愤怒,怨恨如潮水般涌来 但我还是压抑住情绪 建议他去给赵天耀做个骨穿来去诊 可他不依不饶,非觉得我在害他儿子 淼淼,小孩子体质不好,发烧很常见 没必要上来就进行骨髓穿刺吧 这不是过度医疗吗 苏雪宁穿着一身白大褂,双手环抱 懒懒地靠在我诊室门口 眼里尽是幸灾乐祸 苏雪宁是我的同班同学 向来心比天高,眼比手低 在学校时不加强自己的专业水平 反而把心思都用在了八家领导身上 毕业后,苏雪宁凭借关系 和我分到了同一家医院 还在同一科室 她却不甘心屈居我之下 表面上与我是好闺蜜 私底下却恨不得我去死 这位医生说得好 姜淼淼你看看你 小时候就干什么都不行 怎么长大了也这样 真是没有遗传到我一点基因 都随了你那个早死的吧 李肃琴抱着她的宝贝儿子 眼里充满了不屑,鄙夷 就跟她曾经无数次 看我的眼神一样 苏雪宁看到这一幕 更是夸张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惊讶到 淼淼,这是你妈妈和弟弟啊 怎么都没听你提起过 这就是你不对了 平时对其他病人也就罢了 怎么对自己家里人 也这么不真诚呢 上辈子 苏雪宁也是这样说的 可我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 还是再三建议李肃琴 做个骨穿来确诊 愤怒的李肃琴 直接将骨髓穿刺手术同意书 摔在了我脸上 然后跨过办公桌 好起我的头发 啪啪啪扎了好几个耳光 你个小贱人 是不是听不懂话 我家宝宝就是发烧 你开点药就完了 哪有你这么骤人的 他那么盯点孩子 哪经得起这么折腾 你就是想报复我 我被打得头晕目眩 下意识要还手 却被赵天耀抱住了双腿 你个贱女人 竟然想害我 我打死你 李肃琴趁机将我 按在地上撕打 苏雪宁看着这场闹剧 不仅没有帮忙叫保安 更是快速关上了诊室门 直到外面后诊的病人 喊来保安 我被李肃琴打到耳膜穿孔 肋骨断了两根 院方来询问情况时 苏雪宁添油加醋道 其实也不能怪 将医生妈妈动手 私人恩怨也不能带到工作中 将医生虽然专业能力强 可和病患沟通的技巧 还是有所欠缺呀 最后 我不但不能对李肃琴所要赔偿 反而还需要给他赔礼道歉 经过此事后 我决定撒手不管了 生死有命 都是赵天耀的造化 不到三个月 李肃琴和赵浩 抱着面如纸色的赵天耀 冲进急诊 经过检查 赵天耀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已经到了晚期 各器官都已衰竭 接诊医生一句太晚了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治疗意义 让李肃琴夫妇瘫倒在地 李肃琴垂胸顿足 嚎啕大哭 怎么会这样 不 不会的 医生 你救救我儿子 医生也很无奈 你们自己怎么做家长的 孩子病成这样才来 我们医生又不是神仙 赵浩气急败坏 对着李肃琴的头 就是帮帮两拳 你臭婆娘 老子找了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儿子没了 我就和你离婚 然后丢下李肃琴 和昏迷不醒的赵天耀 扬长而去 没几天 赵天耀就入了土 他觉得是我害了他儿子 某天在我看诊室冲进来 将我活活捅死 我让他给赵天耀做详细检查 以便确诊病因 再进行后续治疗 他觉得是我咒他儿子 把我打得在床上 躺了半个月才能起床 我尊重他的意见 让他把赵天耀领回家 自己吃偏方 最后赵天耀死了 他还是把锅推在我身上 我算看明白了 横竖赵天耀只要出了问题 他都不会放过我 但我如果祸水东瘾 重新找个被锅的人呢 比如苏雪宁 前世我死后 苏雪宁出面作证 黑白颠倒 话里话外是我误诊 才会让赵天耀病情耽误 最后身亡 李肃勤作为母亲 也是情绪激动下做出错事 可以理解 更何况 我还是李肃勤亲生女儿 往小李说 这也就是一个家庭纠纷 最后李肃勤只判了个无期 而苏雪宁顺理成章 接替了我的位置 从此节节攀升 想到这 我笑盈盈看着桌上 放着的手术同意书 说可以 既然患者家属不同意 那麻烦签个字 对了 我指了指头上的摄像头 我这都是有监控的 此话一出 李肃勤挣了两秒 干爸爸收回了自己打算扬起的右手 随后 须须在同意书上 签下了不同意三的大字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 连自己亲妈都忽悠 亏你做得出来 丧不丧良心啊你 就你这种医术 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你 快要你们医院领导来 给我换一个厉害的医生 李肃勤重新把赵天耀 摞在怀里 露出一副得意的嘴脸 赵天耀注意到我在看他 对我比了个中指 用嘴型说道 傻逼 我也不惯着他 笑嘻嘻轻声说 曹你妈 赵天耀被气得抓狂 奈何李肃勤紧紧将他搂在怀里 生怕他摔了碰了 嘻嘻 就喜欢这种 你干不掉我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 这时李肃勤目光扫到门口的苏雪宁 眼神一亮 我看这个医生就不错 肯定比你强多了 听到李肃勤的夸奖 苏雪宁笑开了花 做做道 阿姨 您这么夸我 我很开心 但我要是抢淼淼的病人 他会生气的 你也知道 淼淼笑了爱多想 苏雪宁这是说我心眼小 李肃勤瞥了我一眼 轻蔑道 黑心肝的玩意儿 我都怕他趁机给我儿子下毒 还是你我比较放心 我立马将检查单和病例 塞到苏雪宁手中 你医术高明 都交给你了 苏雪宁翻开病例和检查单 随意看了两眼 啊 就是有点炎症而已 小孩子恢复能力强 挂几天水吃点药就没事了 淼淼你也真是的 干嘛说得那么严重 这不是让你妈妈白担心吗 听到这番话 李肃勤总算松了口气 握着苏雪宁的手 盲称他才是治病救人的良医 苏雪宁曾几何时被病人这样夸过 得意之下 当着李肃勤的面夸下海口 一定会还他一个健健康康的赵天耀 待他们离去 我把李肃勤亲手签下的那张手术同意书 妥贴收好 赵天耀得的是急性白血病 如果不进行治疗 生存期最多只有三到六个月 我倒是要看看 苏雪宁挂什么神仙水 能治好赵天耀的白血病 当天 苏雪宁就让赵天耀住进了医院 还给他安排的病房 一天光床位费就要小一万 第二天 我查房路过时 赵天耀正躺在床上 敲着二郎腿玩游戏 偶尔情绪激动中夹杂几句脏话 那屋檐会语 让人不敢相信 是从一个11岁小孩嘴里说出来的 记忆中 李肃勤对我的要求很严格 从来不允许我说脏话 哪怕他自己平日里 就是一个把各种生殖器官挂在嘴边的人 有次我不小心说了一句 被他连扇七八个耳光 直到鼻血喷出 嘴唇肿的像挂了两根香肠 而如今面对如此这般的赵天耀 李肃勤却视若无睹 可想而知 他这些年对赵天耀是如何溺爱 苏雪宁亲热的贴上去 挽住李肃勤的手 撬皮道 阿姨 我是淼淼的闺蜜 你教我雪宁就好 说到这他顿了几秒 装作好奇的样子 对了阿姨 我怎么好像从来没听淼淼提起过你啊 李肃勤重重叹了口气 他在心里怨我呢 当年他爸走得早 不久后我就再婚生子 将淼淼打心底里觉得 我应该为他爸守一辈子挂 照顾他一辈子 他从小就这么自私 难道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新生活了 就非得为他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苏雪宁点头赞同李肃勤所说 称赞他拥有新时代女性思想 阿姨 我觉得你没有错 虽然你是淼淼的妈妈 但你首先是你自己 这句话简直说到了李肃勤心坎上 两人一来二去打得火热 话必 李肃勤左右打量着这间病房 面色有些尴尬 苏医生 你给安排这么好的病房 我可没钱 据我所知 赵浩自从回来后 便染上了毒瘾 家里的店铺也是入不敷出 面对如此高昂的医药费 李肃勤根本负担不起 这病房你就放心住 不用担心钱的事 淼淼这些年的工资也不少 他平时一个人也没有花钱的地方 钱不就是这个时候拿出来用了吗 苏雪宁倒是很会抗他人之侃 李肃勤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扬声道 这小贱人竟然有这么多钱 说完他又意识到说错了话 给自己找步 我是说淼淼还年轻 怎么肯带工资这么高 苏雪宁捂着嘴轻笑 淼淼可是我们科室最年轻的骨干 光年薪就有这个数 他朝李肃勤比出一个手势 李肃勤当即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给赵天耀倒水的手都愣了两秒 不管怎么说 你是淼淼亲妈 天耀是他亲弟弟 现在这个情况苏苏出钱不是天经地义吗 哎 苏苏 苏雪宁注意到我在门外 一把将我拉了进去 热情的好像李肃勤是他亲妈 苏苏 你自己说 其实你心里还是很关心阿姨的对不对 我不着痕迹地 将手从苏雪宁手里抽回来 面无表情道 什么亲妈亲弟弟 我家户口本可只有我一个 我爸死得早 我妈早就跟夜男人跑了 阿姨 你是我妈吗 还有你 不时机考虑病人家庭情况 就给他们安排到病房 这个钱是你出吗 苏医生 苏苏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可是你亲妈亲弟弟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 当初阿姨的选择并没有错 你身为女儿更应该体谅她呀 苏雪宁一副大意凛然高高在上的样子 字字句句都是对我的指责 有句话说得好 挣扎不到自己身上 是不知道疼的 刀子捅不到自己身上 也是可以康他人之楷的 李肃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开始掩上了 哎呦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好不容易把女儿养到这么大 结果是个白眼狼 连认都不愿意认我这个亲妈了 怎么说我也生你一场 把你好吃好喝供到18岁 早知如此 我还不如不生你这个畜生 我双手环抱 静静看着她演戏 苏雪宁趁机把病房的门 打开了一条缝 要么说咱们中国人天生就爱热闹 李肃勤这么一哭 周围的病人家属都围上来 开始看戏 有认识我的家属窃窃私语 没想到江医生竟然私底下 这样对自己亲妈 对呀 这么无情 我都不敢让他给我们家治病了 不都说江医生医术好吗 我们可是从外地来 你懂什么 这有时候人品和能力并不挂钩 众人开始感叹 我这样的人竟然也配染指医生这么高尚的职业 苏雪宁轻轻扬着头 试图从我脸上找到一丝难堪的表情 可惜让他失望了 我并不气恼 反而平静地阐述事实 十年前 我爸去世 是我给我爸办的葬礼 你拿我爸用命换来的150万和情妇私奔 甚至还卖了我爸的房子 把奶奶气得去世 请问这样的你配当一个母亲吗 我淡淡给李肃勤递过去一个眼神 我从18岁起就自食其力 我在外面一天打三份公正学费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生病住院 需要照顾时 你在哪里 如今我苦尽甘来 你倒有脸来摘果子 在我的连番发问下 李肃勤的脸逐渐涨得通红 颤颤巍巍指着我 气得说不出话来 苏雪宁皱着眉 显然也不知道李肃勤竟然是这种人 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谁让我不好受 他就站在水那边 淡淡 就算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阿姨也是不得已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现在赵天药是你手上的病人 病房是你安排的 没钱的话就由你自己补上 也就八九十万 对于你来说 也完全可以负担不是吗 苏雪宁的收入不过我的三分之一 让她拿出这么多钱 和要了她的命没啥区别 你太过分了 这是你亲妈亲弟弟 这么宝贵的亲情 能用金钱衡量吗 哦 你是没爸还是没妈 你想要的话 我可以打包送你 苏雪宁被气得瑟瑟发抖 外面的吃瓜群众也渐渐散了 直到我离开病房前一秒 赵天药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手机 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这孩子 废了 赵天药最后还是转到了普通病房 和其他病人一起住三人间 护士去整理床铺时 赵天药扒着床篮死活不愿意下来 在床上撒泼打滚 我不走 我不走 我才不要去闹哄哄脏兮兮的房间 和别人一起住 病房有大沙发 电视机 按摩椅 堪比五星级大酒店 赵天药当然舍不得走了 李肃琴在旁边看得心疼 换着法把我骂了个遍 无非就是白眼狼 小贱人 畜生之类的词汇 苏雪宁前去劝解 也被李肃琴骂了个狗血喷头 当初是你把我们安排进来的 我不管 咱们就住着了 不过也是苏雪宁嘴甜 给李肃琴三两下便哄好了 她带着赵天药乖乖去了普通病房 据我所知 这段时日 苏雪宁对赵天药的病情 一直是当做感冒来处理 无非就是给她打点消炎的针 吃点消炎药 赵天药运气不错 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 没多久 苏雪宁就给他们安排了出院 出院那天 一直未见的赵浩也出现了 这些天 他都待在牌桌上 直到赢回了本 他才想起 自己儿子正在医院 这才赶了过来 看着活蹦乱跳的儿子 赵浩和李肃琴 对着苏雪宁连连感谢 苏医生才是真正的好医生 不像某些没有道德的人 只知道危言耸听 苏雪宁抿嘴淡淡一笑 这是我身为医生应该做的 我没在乎他们的狗叫 这些日子 我把精力都放到了 其他病人身上 他们不远千里来找我看病 信任我支持我 我也自然要竭尽全力 给他们一个好的结果 而有些人 根本不配活着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 某一天 护士匆匆忙忙 冲进我的办公室 语气中带着惊慌 江医生 你快去看看吧 你那个弟弟出事了 但我感到急诊 抢救室里面 已经围了一堆人 远远看过去 病床上的赵天药 双目紧闭 面色苍白 裸露出来的皮肤上面 全是出血点 苏雪宁正贵在病床上 进行急救 李素琴扶在地上祷告 求老天保佑 一定让我儿平安无事 如果你们非要锁命 那就去锁江淼淼的命 别锁我儿子的命了 赵浩不耐烦地 踢了李素琴一脚 埋怨道 你现在还说这些 有什么用 好不容易让心电图 恢复正常 苏雪宁擦了把汗 从病床上下来 赵浩一个剑步冲上去 抓住他的衣领 什么狗屁医生 上次你不是说 我儿子已经康复了吗 现在怎么还 越来越严重了 在场的护士医生 连忙将赵浩拉开 以防出现 更严重的医患纠纷 苏雪宁剧烈咳嗽了几声 没好气道 我怎么知道 上次出院时好好的 谁知道 你们自己怎么带孩子的 赵浩捏紧了拳头 被好几个人按着 才没有冲上来 伤在地上祷告的李素琴 猛地站起来 冲着苏雪宁的脸 就是一巴掌 苏雪宁猝不及防 脸都被打得歪到了一边 是你信誓旦旦说 我儿子都好了 可以出院 你还我儿子来 我看着这场闹剧 默默转身回了办公室 在李素琴的世界里 自己永远都是对的 出现了什么问题 第一时间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上辈子 我是他的出气筒 背锅侠 这辈子 换成了苏雪宁 这件事闹得挺大 愿领导出面进行调解 根据赵天耀以往的病例 以及这次入院的检查报告 稍微有经验的医生都可以看出来 这是血液疾病没得跑 于是还是决定给赵天耀 进行骨髓穿刺手术 这次 看着昏迷不醒的儿子 李素琴没再反对 穿刺结果很快出来 是急性水细胞白血病 急性水细胞白血病临床上 大多病情危急 愈后凶险 造血干细胞移植 有临床治愈的概率 但如果基因被归为高危型 那么治愈率只有 而且移植后急易复发 如今摆在赵天耀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 移植 而造血干细胞需要配型 赵天耀很有可能支撑不到那个时候 李素琴哭得撕心裂肺 垂胸顿足 是你 是你说我儿子只是普通感冒的 不是你他根本不会被耽误这么久 院领导看向苏雪宁的眼神也变了胃 毕竟赵天耀刚入院时的检查单 就有明显异常 还伴随着相关症状 稍微严谨负责的医生 都会要求患者去做个骨髓穿刺确诊 苏雪宁却没有 他坚称赵天耀只是感冒 苏雪宁方才被打的那张脸还没有消肿 他哑着声音为自己辩解 院长 这个病人是姜淼淼先接的诊 还是他的弟弟 他出于个人家庭纠纷 才把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的 得 又打算把锅甩我身上 还好我早有准备 等院领导带着苏雪宁他们来找我时 我直接把那张签过字的手术同意书 拍在桌子上 白纸黑字 一笔一画都是李素琴亲手签下的 我作为医生 有提醒建议患者的义务 可患者家属不愿意 我也不能按着头让别人签字 院长 我事先已经跟家属提出要做骨穿 可他自己不愿意 还差点和我动手 这不同意几个字也是他亲手签的 苏医生与我意见不合 话而家属也更加相信他 这个病人早就由苏医生全权负责 总不能现在出了问题 又来找我吧 院领导核对了相关证明 又调取了诊室监控 发现事实果然如我所说 其实对于院里来说 这件事是谁的责任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找出个背锅的 可想而知 如今背锅的从我换成了苏雪宁 当然身为家属 李肃勤也有很大责任 可以说是他亲手害了自己儿子 院方把医院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 就差明明说是苏雪宁不负责任 才导致了误诊 对苏雪宁进行了降薪罚款处理 李肃勤虽然对这个结果十分不满 但字是他自己签的 事已至此 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疗赵天耀 赵天耀的病情发展极快 自从上次经过抢救后 一直高烧不退 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 时而苏醒 时而昏迷 身体各个器官也因为癌细胞 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变 眼下只剩了一条路 就是移植 李肃勤和赵浩都去进行了配行 医院也在志愿者库里 寻找合适的配行者 可惜的是 李肃勤和赵浩都没配上 眼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志愿者那边也毫无音讯 赵天耀的生命一点一滴消逝 李肃勤急得整天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好 赵浩虽然心急 但仍然改不了 好吃懒做还赌博的坏习惯 没在医院陪护两天 就跑出去和胡鹏狗有鬼混 在李肃勤近乎崩溃之时 苏雪宁适时提出建议 母亲的配型配不上 天耀不是还有姐姐吗 兄弟姐妹配上的概率也挺大的 这句话给李肃勤带来了希望 他找到我时 我正在医院食堂吃饭 噗通 当着众人的面 他直接跪在我面前 他缓缓抬起头 枯黄的脸颊上满是泪痕 苗苗 我求求你 你救救你弟弟吧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 可天耀是你亲弟弟呀 他是无辜的呀 骨肉血亲 你怎么忍心看他去死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 周围的人都众目望着我们 试图吃瓜 我弯腰想把他扶起来 可他的膝盖 就跟生了根似的压在地上 我皱着眉头劝他 这是医院 你儿子的病 自然有医生来医治 放心 咱们是本事最好的一家医院 你儿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李肃勤瞪大了眼睛 眼泪潸然而下 他疯狂摇头 不是的不是的 天耀现在要做遗职 可我和他爸都没配上 你是他姐姐 你也去做配型好不好 我笑了 饶有趣味地看着李肃勤 我为什么要给他做配型 他是你亲弟弟呀 你不能不认手足啊 他的一面之词 让不明就里的众人 朝我头来一样的眼光 李肃勤是摆明了 要用道德绑架我 逼我去给他儿子配型 还口口声声说 赵天耀是我亲弟弟 简直无耻至极 既然他不要脸 我就干脆把他的脸皮扒下来 你说他是我亲弟弟 可我不记得我爸有这个儿子 说白了 他不过是你和任思通的产物 我爸走了十年 你和赵浩的儿子今年十一岁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个人都知道 李肃勤脸色煞白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缓缓掰开他抓住我的手 在他耳边轻声说 想让我救你儿子 可以 把属于我和奶奶的赔偿款 还有房款都还回来 好啊 你就是想贪图我的钱 趁火打劫 你这么多年的书 都堵到狗肚子里去了 我呸 你爸你奶奶都是活该 你也是个该死的 为什么得绝症的不是你 李肃勤破防了 几乎将我们江家祖宗十八代 都骂了个遍 我微微一笑 那你就等着给赵天耀收尸吧 周围人明白过来 都纷纷指责 年轻时抛妇气子 现在知道回来找女儿了 算盘打得可真相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母亲 李肃勤他只是对我恶毒 因为他不爱我爸 所以也没有一刻爱过我 对他而言 我不过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 一个错误 可对于赵天耀来说 他确实算得上是个好母亲 哪怕他的教育方式有问题 那也是因为对赵天耀太过偏爱 这种偏爱 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可不知道 李肃勤想了什么办法 净当真 给我拿来了五十万 虽然远远不及 我应该得到的数目 但也几乎让李肃勤家荡产 这是我们家所有的钱了 还有的我去借 但天耀等不了了 你能不能先去给他做配型 我点点头答应了 在律师的见证下 我们拟了一份协议 以及欠条 双方签字按手印 第二天 我遵照承诺去进行了配型 李肃勤露出了多日来第一个笑脸 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配型结果显示 我和赵天耀只有三个点位相合 根本连尝试移植的机会都没有 李肃勤悲痛欲绝 大骂 你个骗子 你不得好死 我也不生气 笑嘻嘻回他 我好不好死不知道 你儿子肯定会不得好死 配型的结果本来就有不确定性 上辈子 我也强行被拉去给赵天耀做过配型 可是没等结果出来 赵天耀便并重不治 这辈子 他的结局已经注定 赵天耀如今躺在 李肃勤几乎是一不解代的照顾 自然也没时间来找我麻烦 我当初的大学老师给我发来信息 他打算组建一个研究室 问我有没有兴趣回去帮他 我欣然同意 在我离开前 苏雪宁被警察抓了 人是从医院当场带走的 我正在吃瓜呢 苏雪宁被两位警察 靠着从我身边经过 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姜淼淼 这都是你害的 我一脸状况外 就在这时 的护士前来找我 姜医生豪床赵天耀的家属 被警察抓走了 原来一个星期前 赵天耀幸运地和某位志愿者 配型上了 对方也很乐意来做造血淡洗包捐献 可没两天 对方反悔了 说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 暂时无法进行捐献 再三表示了抱歉 李肃勤再次崩溃 人在绝境中 一次次获得希望 又一次次失去 这笔希望从未出现过 更珠心 可李肃勤和赵浩 还有苏雪宁 是怎么被抓进去的呢 李肃勤用之前误诊的是 威胁苏雪宁 让他去查那位志愿者的具体信息 志愿者的信息 都是严格保密 就是害怕出现这种情况 苏雪宁也是路子野 没多久 真的得到了志愿者的个人信息 发给了李肃勤 李肃勤和赵浩 连夜去找了志愿者 在他们家门口磕头祈求 求他救救自己儿子 志愿者是个二十多岁的女生 刚结婚不久 看到李肃勤这个样子 只能告诉他 自己是因为怀孕了 才拒绝捐献的 没想到李肃勤听到这话 连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那你就去把孩子打了呀 你还年轻 孩子没了还能生 可我年纪大了 我只有天要一个儿子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你儿子的命是命 我孩子的命就不是命了 女生的家人 当场目不可遏 把李肃勤和赵浩都赶了出去 原本事情应该到此结束 万万没想到 他们能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 为了让女生能顺利 给他儿子捐献骨髓 他竟然让赵浩驱车给女生撞了 女生身体没有大问题 孩子却掉了 女生家人报警 当场抓获了李肃勤夫妻俩 苏雪宁也没能跑掉 最终苏雪宁被医院开除 并将承担民事责任 李肃勤夫妻俩 以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刑 李肃勤在警局给我打来电话 苗苗 天要是你亲弟弟 你一定要照顾好他求你了 以前述是我的错 我不是人 我不配做你的妈妈 但你弟弟是无辜的 没等他说完 我便挂了电话 老天也给我机会重来一次 不是让我重蹈覆辙的 赵天要在医院等不到骨髓移植 很快病入膏肓 由于他没有监护人 也交不起医药费 直接被抬到了普通病房 没过几天便停止了呼吸 与此同时 我的辞职信也已经递交 春天来临之际 我坐上了去北城的飞机 赵天要已经被我火化骨灰 被洒进了大海 我给李肃勤必去书信 让他以后如果想念儿子的话 就随便找条和摆摆 听说李肃勤在看完我的信后 就疯了 来北城的第七年 我和恩师顺利完成了研究项目 拯救了数以万计的患者 我想我没有辜负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要用我有限的生命 为医学事业贡献一份光 一份热 我也想告诉爸爸 奶奶 你们的苗苗已经长大成人 她很坚强也很努力 一直在好好生活